国阵补选大胜之后,巫统内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吗? 阿姆扎西表明,西蒙无需向巫统致歉,同时也要巫统领袖,不要去干扰。 晚点新闻,有一间晚上的百格大事情。 晚上好,我是醒龙。 国阵在928马格达补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 柔佛巫统树立主席诺加斯兰就认为,巫统已经重新崛起。 他开箱要求西蒙针对数十年来对巫统的攻击公开道歉。 诺加斯兰早前直言,西蒙几十年来制造的指控和观感让选民负面看待巫统, 但如今西蒙则需要巫统来成为政府。 那么诺加斯兰此言一出,便遭到了西蒙领袖炮轰,不要太自满。 不过呢,那都是下面在争吵,巫统的大当家又是什么立场呢? 巫统兼国政主席阿木扎西表明,西蒙不需要向巫统道歉。 他强调了,不是出自于他本人和党主席的声明都是个人评论, 也要求巫统领袖不要干扰巫统团结政府成员党,大家必须相互尊重。 马华总会长魏佳祥今天公开部分官方文件,强调拉曼大学教育基金和优大是一体的。 内陆税收局向拉曼大学追税和罚款8300万令吉不合理也并不合法。 魏佳祥指出,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宗旨就是设立和管理优大, 而优大从2002年6月5号成立的第一天就是由该基金会拥有和负责管理。 另外他点出,1996年私立大专法令规定,如果要成立一所大学或私立学院, 必须注册一家有限公司或者是基金会,并将学府置于其下。 因此,优大和享有免税地位的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本质上不可分割, 不能够被区分为个别独立的法定机构。 与此同时,魏佳祥批评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和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的言论出现矛盾。 前者称,优大从未申请过免税待遇, 后者却称,优大此前一直以自身的名义申请免税地位。 在魏佳祥看来,这不只反映政府内部缺乏统一立场, 也揭示财政部属下税收局。 在处理优大税务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政策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新洲日报叹息, 内阁今天召开会议之后,拉曼大学被追税风波迎来转新。 可靠消息透露,交通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内阁会议上主动提起此课题, 而首相安华随后排版决定豁免优大被追讨的税款以及罚款, 这意味着超过8300万令吉将一笔勾销。 陆兆福授寻时向新洲日报证实, 首相已经指示财政部秘书长佐汉正式发函给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产明内阁的决定, 有关新函会在近日内发出,让此课题告一段落。 2025年财政预算案将会在10月18号提成, 有税与专家认为,在强劲经济前景之下, 政府没必要推出新税,如遗产税以及碳税,甚至是重启消费税GST, 而是优先确保另级升值效应能够汇集人民。 Tanis税务咨询服务公司董事经理丹尼玛莱在《太阳报》专栏里指出, 如今市场上有传言政府有可能想推行遗产税或者是财富税, 但他认为目前不太可能推出这种税收,因为会导致资本流出马下, 而是应该鼓励富裕的人趁令吉走强时将财富带回大马, 投资在能够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资产,太提到了。 尽管有许多人倡导重启消费税,但不太可能发生, 从各位部长多次表态中可以看出,消费税可能会在未来重启。 早前有媒体报道了,政府预计将会在2025裁案推出五项新税, 分别是脂肪食品税或者是不健康食品税, 碳定价税、遗产税、高价值商品税以及人工智能税。 想要了解更多财产的重点,欢迎你收看百格的加一财经节目。 麻痹近日稳定走强,那为什么民众还吃不到便宜的鸡肉呢? 马来西亚勤处业联合会总会长陈志祺受访的时候指出, 虽然用来喂养牲畜的玉米和大豆等饲料原料进口价大幅下跌, 生产的成本确定降低6%到7%,不过呢,市场上鸡肉价格还是受到供需相关的定律所决定, 更何况除了令吉走强,其他的成本都很高。 根据陈志祺的说法,鸡饲料占养殖成本的70%, 其他是水电杂费、现金和工资、运输等成本。 那么近几年来,这些开销费用都逐渐上升,因此也影响了鸡肉的价格。 另外呢,陈志祺补充,如果突然地把鸡肉价格降低,市场一旦出现高需求量, 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只会造成鸡肉短缺,到时候民众只能够买到贵金。 马六甲河再次地出现鳄鱼,那么这一次,有民众在甘榜摩登一带拍下了鳄鱼攻击四角蛇的画面。 各大拉莎玛纳州医员刘志良促请在马六甲河畔休闲的民众以及观光游客要小心,注意自身的安全。 刘志良指出,过去曾经收过居民传来马六甲河出现鳄鱼或者是四角蛇的通知, 而这是第一次民众拍到鳄鱼攻击四角蛇, 地点则是位于游船河的其中一段路线, 也是游客和居民经常散步或者是乘凉的地方。 如今,居民拍摄到鳄鱼攻击四角蛇,不排除鳄鱼有可能也会爬上岸。 他表示,甲州野生动物局已经两次在甘榜摩登设置了鳄鱼陷阱, 但是没有收获,目前已经通知当局要求再次的设置陷阱。 接着为你带来其他的新闻内容。 雪州疙瘩哥文宁一家新开不久的连锁餐厅, 被曝出由外籍客工在后巷把冷冻肉放在地上, 既也用水管在勾盖上洗肉。 此事在网上疯传后,引起网民强烈批评。 餐厅事后赶紧提前关门打烊, 并在卷门贴上一则通告密货, 指餐厅的SOP是每周清理冷藏柜, 并把放置一周的损坏食材物品全数丢弃。 但负责清理的员工不想把损坏的肉类丢掉, 而是选择用水来冲洗解冻, 以便之后能拿去喂养流浪狗。 通告也强调, 在沟水旁进行任何清洗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事, 并再次道歉。 而餐厅会关闭进行剖析检讨, 直到另行通知, 同时也会立即把所有厨房员工都停止惩戒。 一名无意男子近日在TikTok发视频表示, 他重新光顾麦当劳, 并指贝格行为没给以色列带来影响, 如今以巴战争反而升级, 连黎巴嫩也被卷入其中。 他强调, 贝格行动实则影响本地员工和国家经济。 Boykot tak memberi kesan kepada Israel, tetapi memberi kesan negatif terhadap pekerja-pekerja tempatan kita, terutamanya pekerja Melayu. Bila syarikat-syarikat yang kita boykot tu, tutup kedai, pekerja tempatan kita pun hilang kerja. Jadi sebenarnya, yang terkesan terhadap boykot yang korang gerakkan selama ni adalah rakyat Malaysia, bukan Israel. Buktinya, tengoklah, ada kesan tak pada Israel, tak ada apa pun. 然而有关视频, 引来无意网民愤怒与炮轰, 更毫不留情指男子是一名叛徒。 有网民怒斥说, 男子可以选择不参与杯葛行动, 但没资格号召他人跟着这么做, 你没看到, 不代表没效果。 大山脚消整局在宾州森林局配合下, 推出了检查站追踪器手机应用程式, 应对登山者在竹昆山迷路失踪事件。 如今在大山脚森林公园入口处停车场, 进入公园的路口, 已经竖起检查站追踪器告示牌, 劝告登山客先扫描应用程式二维码, 以便系统能够记录扫描者的位置。 森林局办事处一名负责人透露, 卓坤山确实经常发生登山客迷路求助事件, 今年8月就有超过20宗。 吉达·伯格辛纳一家美容产品加工厂, 使用未经伊斯兰发展局和吉达州伊斯兰宗教事务局批准的清真标志, 遭吉达州国内贸销及生活费局官员取缔, 罚款6万令吉。 吉达国内贸销及生活费局局长莫哈莫尼詹指, 官员早前展开取缔行动, 充公总值超过133万令吉回归产品。 他警告各方,未经批准使用清真标志属于违法行为。